接著會講前線的酒店部門 怎樣運用這個酒店資產管理系統 首先來說訂房部 透過這個酒店資產管理系統 就能夠有系統去記錄和控制訂房 好處是,同一時間多個職員一起訂房用的 好處二,以房間去記錄就會減少超額訂房的問題 如果系統知道你超額訂房就要發出警告 通知你不要再訂房了 或者拒絕你再訂房 或者將客房搬到等待名單 好處四,這個系統能夠減少重疊訂房 即是說同一個名字就不會有同一個房間 電腦會自動檢查到 好處二,在訂房部來說 透過系統可以做一個加快一點的入住登記 因為系統裡面有所有客人的資料 和對房間的要求 是否客人可以用信用卡 滾一下那一盒按鈕 用一個按鈕就可以進入住 就加快進入住的時間 或者說減少了排隊輪候的時間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减化了程序 因为酒店支撑统系统有列印报告功能 包括了给不同部门看到订房和退房的时间 因此可以计划房间的清洁和运作 另外这个系统在结账退房方面 也可以做到列印报告 列出了客人所有消费项目的总数 就不会混乱了,保证能收到应得的收入 再者电脑支撑系统 客人结账之后 它会自动更新系统资料 例如OD,occupy,dirty,有人住的污租房 清洁完了,电脑会把它改为VC V,waken,没有人住的 C,清洁,没有人住的 那时候加快房间出去租 变成可以提升到酒店的收入 最后电脑化的记录 房间收账快捷准确减少出床 功能第四 它有个记录系统 所有的酒店住客 拿着房卡 在入住期间 在酒店的所有收入 例如餐厅的消费 在房间的消费 或者商务中心的消费 它就可以直接记账 进入房间 如果信用卡 信用额是超标了 电脑系统 就会发出警告 防务员或餐厅来说 就不再给它消费 或者将客房锁住 以防去酒售